那現在呢 海峽中線 他也說不存在 來 煌哥怎麼看 現在是美中互相逼出手 也就是說他認為 中國沒有認為這個海峽中線 是在逼美國要出手 打臉美國 那現在美軍如果再做這樣的建議 派駐四個師來駐臺 那顯然是不是 這個好像說有踩到中國的紅線 因為中國曾經說過 他們的紅線就是說 你美軍絕對不能駐臺 你一駐臺他就要出兵了 我先來談這個海峽中線 因為這個事情 本來是發生應該是在18號 當時他們的空軍飛越中線 然後我們的空軍飛行員廣播警告 他說你已經跨越中線了 請你返航 然後對方回說 海峽中線根本不存在 那本來想說 就只是飛行員之間的對話 也還好 但是後來是因為禮拜一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在公開再強調一次這個事情 那就是代表官方說法 那這個事情非常嚴重 海峽中線剛剛大家都知道 就是當時他原本就是一條虛擬的線 而且事實上海峽中線 海軍空軍跟原本的戴維斯參謀化的線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不過那還好那個差距不大 重點就是海峽中線的意義是什麼 海峽中線的意義 他一個在國際上非常重要的意義 就是說台灣海峽 他是一個公海 他不是中國的內海 中國這麼多年來 特別當他的軍事實力開始提升之後 他一直很想把台灣海峽 變成他的內海 台灣海峽變成中國內海 會出現什麼狀況呢 因為台灣海峽的平均深 最深大概才180米 平均深度大概80到100米而已 他其實並不適合潛水艇的活動 潛水艇在台灣海峽 那個叫做翁中捉鳖 好 那如果台灣海峽 變成中國的內海的情況之下 那就變成說 這個台灣海峽就是我中國的 那你任何的飛機或是船隻 你不可以經過 變成他內海 對 變成他內海 變成他內海什麼情況 中國現在為什麼 反潛機也好 或是他們的這個轟炸機也好 為什麼一直在台灣西南海域活動 就是巴士海峽那附近 那之前是在北邊 宮古海峽那附近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核子動力潛艇 最大的困擾就是他 他出不了第一島鏈 因為台灣海峽的水太淺 核子動力潛艇根本沒辦法出來 那如果台灣海峽變成他內海 他就大大方方從台灣的北邊 台灣南邊出去 一出去就是太平洋了 水深就是1000米以上 那個非常適合核子動力潛艇的活動 下一次浮起來可能在舊金山金門大橋外面 所以當然中國很想把台灣海峽變成內海 所以他講海峽中線不存在 絕對不是一句企劃 這是他的國家的戰略 他要把台灣海峽變成既定的事 變成一個內海 不管他能不能拿下台灣 就跟他在南海填礁造島 是一樣的道理 要把南海變成他內海 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外交部要出來講話 為什麼路要出來講話 我覺得美國日本也會出來講話 對美國來講影響他的國家安全 而且海峽中線當年是美國人化的 那對日本來講 台灣海峽是日本的海運經濟命脈 日本所有的原油 他所有的進口物資都是走台灣海峽北上的 特別是他油 因為你從阿拉伯那邊過來的話 一定是走台灣海峽北上 他不太可能繞到台灣的東岸 因為太遠了 而且台灣東岸的水比較深 那他走如果變成內海的話 那日本第一個跳腳 他所有的原油命脈就被中國掌握住了 所以這個事情呢 我覺得這絕對不是那麼單純的說 兩個空軍飛行員在那邊可能講氣話 所以老共這句話惹惱了美國 當然惹惹 絕對惹惹美國 那這個美國絕對非常不爽 因為美國不爽原因兩個 第一個 這是當年 剛剛小玉有講 當年化海峽中線 其實是避免勞講反攻大陸 因為早期 早期中國的空軍 根本不敢出他們的福建外海 那當時你記不記得 以前還有U2偵察機 還沒事飛到中國的上空去徵兆 對不對 以前那時候的空軍非常的弱 對以前的空軍是一面倒 所以當年海峽中線 其實是來保護 某種程度上 是保護共產黨的政權 那後來因為他的軍力增加了 所以他就沒事一直 其實從1999年之後 其實雙方的空軍都非常的節制 幾乎不會過海峽中線 那現在是換成共軍不節制了 對 毫不節制 所以我覺得海峽中線這個原則 這個點我們一定要守住 為什麼 因為這關係到台灣的地面的防空飛彈 跟台灣 對 那現在美軍的建議 如果四個師要派出台灣 那是不是換成老共要跳起來了 對啊 如果四個師派台灣 老共絕對 絕對跳腳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建議 那甚至我把它視為一個戰略上的恐嚇 就是說你他也告訴解放軍 你再過分的話 我就真的派四個師過來 那台灣當然現階段 還沒有必要由美軍派四個師來 因為我平常講現階段 那數量也太多是不是 四個師快六萬人 也太多了 再加上他的武器裝備 你台灣變成從北到南走到哪裡 你都會看到美軍 就現階段 平常聽講 現階段還不需要 但是我們並不是拒絕 就當需要美軍的陸軍部隊 進駐台灣的時候 自然就會有這個需要 但有沒有可能朝那個方向 如果真朝那個方向 是不是真的台海 真的是兵凶戰危了 應該是說 如果真的朝這個方向的話 那表示解放軍 應該在他的台灣海峽的 當面的沿岸已經有集結的動作 就準備要打了 我們美軍才會有這個動作 台灣也才會做比較大的動作 說甚至主動跟美國人講說 趕快派軍隊 但是我覺得現階段 還處於那一種 雙方互相恐嚇的階段 就是雙方逼滾頭部 我們台灣滾頭部雖然沒有中國這麼大 但是美國滾頭部更大 所以習近平才會跑到聯合國去討饒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 那我覺得其實這幾天解放軍的動作 國防部的動作是對的 就是你來一趟 我就跟全世界講 因為我們必須要行訴 中國不斷的利用這個動作 讓你變成習慣 讓你變成習慣台灣海峽 就是他空軍訓練的空域 這個不對 這個不可以 我們一定要守住 因為這關係到台灣的國家安全